作词 李宗盛 忘不掉你相应的缠绵 舅舅的呼唤你 公元已久久起年 一久久起年 我求求你走见你 回着空气和阳光 与我们在一起 让那天和那地更新的注定 一久久起年 我深情地呼唤你 风和世界都在哪里 在把你拥抱 让下百年的重逢 不再分离 老李啊 你醒了 安子 安子 你师父醒了 师父 您醒了 师父 太好了 师父您可千万别着急啊 情况警察同志都清楚了 他说钱的事 一定能帮咱们找回来 老同志 我们调查了解案情后 会尽快挤拿犯罪嫌疑人的 不过你啊 以后可再也不能私自去换会了 你呢 犯罪嫌疑人和你有联系 你还得跟我走一趟 配合调查 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行车路线和交易地点 走吧 那师父 我先跟他去一趟 杨大妈 这就拜托您 一会儿帮我收完衣物 这是 老李呀老李呀 咱们可是老是芭蕉一辈子了 咱们老来老 都上黑市去非法交易了 你说 这人去了当香港 怎么就变了呢 咱们可不能 晚节不饱啊 我给你新切的壶茶 来 喝一口 我能抽个烟吗 这是医院 哪能抽烟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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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是 我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伯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伯 您是 大伯 你怎么不在房里呢 怎么早去哪了 不在香港 我在北京呢 北京 你什么时候回到北京 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真是一言难尽啊 名思 你还好吗 大伯 你的声音怎么听起来哑哑的 是不是生病了 没 没事 没事 二床 睡觉了 大伯 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你怎么了 本来呢 是想回北京办点事的 结果呢 被一气气在医院里来了 你住院了 你 你生了什么病 有人陪你吗 李一哥呢 李一哥在你旁边吗 没事 昨天头头有些晕 哎 别别你 明思我跟你说 这个事你千万不要告诉李一 和你爸 千万别说 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北京找你 不不你等等你听 我什么事啊 我以后 我慢慢跟你说 我带了北京去打给你 等我 不不不行不行 你千万别来 明思千万别来 你跟我说说话 就已经很好了 拜拜 哎 拜拜 明思 喂 哎 咤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真的好壮观 比我在欧洲看到的广场都还要漂亮 大伯 你真傻 你一辈子的积蓄 再说 他又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对不起 你知道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可媒遮拦的 我只是替你感到不值嘛 我都撒手不管 可是很明显的 他的帮助也是于事无补啊 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都可以想象我爹地一定会说那句成语叫 个人自扫门前选 算 大伯 我懂了 你是怕 他遇到这次挫折之后 就会对以前自己的价值观感到质疑 你真的很伟大 你真的很伟大 这绝对不是什么伟大 你只用心而已 就是 有些道理 你 将来 长大 我看都会明白的 大伯 大伯 其实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几十万我也可以帮你的 等等 这绝对不能要你 这绝对 你要抱着来看我 我就很开心了 真的 我真是很高兴 明死 礼拜 下班了 你好 李懿 下班了还不走 好 你们先走吧 好 好 李懿哥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必要让你知道 可是你千万不能告诉大伯 是我告诉你的 他为了救你 把所有的养老金都拿去换毁了 我后来遇到坏人被人家骗 所有的钱都没了 我觉得他好可怜哦 李懿哥 李懿哥 大伯有告诉我你的状况 我真的很想帮你们 可是大伯不要我的钱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才想来告诉你 你不要拒绝我的帮助好吗 黄阿姨 我先走了 拜拜 再见 慢走 黄阿姨 李先生 在班了 诶 那是您孩子 是 我儿子 这不是原来放在哪里家照顾吗 上中学了 再辛苦我也把他接到香港来读书 来儿子 叫哥哥 哎呦 就是害羞 没用 孩子刚来 还不太适应 只不老说 香港的同学老笑话的 愿意说的不好 老店你回家呢 什么呀 你刚来 粤语说的不好 这是正常的 等过一段时间你适应了 就能跟他们说的一样 知道吗 嗯 你要听哥哥的话呀 他也是咱们内地人 来香港还不到一年 就像香港人一样 能赚好多钱 你知为什么吗 他就勤奋 待人又好 他是咱们学习的榜样 你要好好向他学习呀 下面啊 咱们内地人 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香港是比咱们发达 那是因为他们起步 比咱们早啊 只要你好好学习读书 将来啊 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知道吗 可是华哥哥也是大学生 他为什么要卖肾啊 卖肾 我姨姥姥来香港好几年了 在地产公司做经纪 开始也没少挣钱 后来被朋友带到澳门去赌博 越赌越大 染上了毒瘾 还借了好多高利贷 这不是走投无路了吗 工作也没了 这上星期 朋友介绍 卖肾还债 什么 卖肾 卖肾能挣多少钱 不是想从头再来吗 您忙您忙 卖肾 卖肾 您刚才说 卖肾的那事 在香港的什么地方 在旺角深水铺一带 有那黑医生 那地区挺复杂 平常你可别去 您能不能把您老乡的电话给我 我 我的意思是 如果有合适的工作 我可以介绍给他 好 我有 你真是个大好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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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t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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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du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lliott 你怎么会来这儿 你说被财务公司逼得走投无路 你也想来这儿卖身 宇哥 对不起 是我们大家 Haley 谢谢 雪晶表哥 你也别放火了 没关系 没事 小说 死不了 你怎么还要这样做呀 我们逃了以后 我心里特别痛苦 我想 我不能这么对不住哥们 这祸是我自己创 所以 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 你现在 你千财务公司的债 一定能还上 我爸的医药费 也有着了 哥们我少一个肾 没事 咱们兄弟之间 咱们兄弟之间 多的是一封情 也找回了我们的尊严 我爸呢 他知道我回来了吗 小姐你不知道 其实老爷很紧张你的 今天一早 广东整厂会有事 老爷赶去大陆了 他走的时候要特别交代我 要我好照顾你的 小姐你的房间 我帮你收拾好了 不过义父还在婆家 要不要我帮你拿回来呀 不用 吃吃我不回去了 吃饭 大哥打电话回来 说明天才从北京回来 嗯 明司又去旅行了 好像是 到菲律宾潜水吧 嗯 还有 苏东落着要出院 吃饭吧 这些事不要向我报告 你知道就好了 有些事啊 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做主的 是明杰让你来求我帮他 是吗 明杰实在没有办法 当然 八个亿 是啊 香港是个很现实的地方 只讲金钱 不讲人情 金融风暴以后啊 香港经济不景气 大家各有各的困难 钱就是命 你没看他那天在马月财银行里 那副死不悔改的模样 香港经济低迷啊 要赚到八个亿 要费多少时间 我知道这是天文数字 可是我们不能为了钱 就让儿子不回家 就让我们的媳妇儿怀着我们的孙子 住回娘家 这个家不就散了吗 这明杰好胜呢 还不信不信不信他崇拜你 苏元 你把崇拜跟挑战混淆了 他天生就要跟我斗 两年前我到外地谈生意 他以荣凯的信誉 跟银行借了十亿资金 投了九龙虫旧机场附近的一块地 转一转手就赚了一大桶金 开了他的明节地产 还挖走了我公司二十几个精英 还有在南升为附近的师弟 他把我开发的计划据为己有 还有 国凯 你又何必跟自己的儿子计较呢 将来我们的钱 还不是要分给他们兄妹三个吗 家和万事兴 我要媳妇回家 你这样对他太仁慈了 他从未反省过自己做过的事 我们这样帮他只会害了他 我真担心他会跟苏东合着来演戏 好让我无条件地投降 你怎么这么看你的儿子啊 他跟苏东是天照地设的一对 商业骗局嘛 什么招数没有 算了 我不跟你商量了 我跟明昊明司商量 你要等用明司名号 在荣凯的股份来帮明捷 荣凯这个月裁员 改为全面减薪三成 流动资金已经产生了问题 我不会让荣凯选上家商的 我会让荣凯选上家商量 苏东啊 我到了医院才知道你已经出院了 怎么不告诉我我来接你呢 我想我爸了 所以想回来看看他 好吧 那你就好好休息 我会对些补品 把嫌疑给你送去 谢谢 明杰呢 明杰 他正为负债的事忙着呢 他问过我好几回 关于你的情况 你知道他多关心你吗 关心你肚子你的孩子 我这个儿子啊 你是知道的 什么事都藏在心里 你千万别怪他呀 婆婆 你可正会安慰人 苏东 有些事过去就算了 别往心里去 很多事情 你很快都会解决的嘛 嗯 好 那你好好休息吧 再打电话给你婆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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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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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